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好 这又到了这个喝咖啡讲故事的时间 那我们就接着续道 昨天半夜我收到了欧阳师兄的一个微信 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那么我现在就是利用这个recorder的这个功能 来记录一个稍微长一点的音频 但是我还有点考虑这个上传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先这么做着吧 这个说到就是我把这个教学大纲拟好以后 就开始进行正式的研究 那第一步呢 我就说先研究一下这个色彩理论 色彩理论呢 这个当然有很多现成的说法 这个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把它给 既然是做科学研究嘛 那就是说要把它到科学到什么程度 在考虑考虑是不是要使用数学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艺术界呢 很有争议 因为这个很多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学艺术的 他不是很喜欢数理化 现在我记得那时候看到国内考美院 有很多家长呢 就说这个孩子 这个数理化不太行 上这个其他的理工科 好像没大希望 竞争不过别人 所以呢 就试试这个艺术院校 所以就大概有这么一个考虑 就是一般来讲 觉得到了这个艺术领域 这个数学 什么这些数理化 没大用处 而且在国外呢 也有这么一种说法 我记得有这么一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 好像叫做 Drawing with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 就是用这个右脑来画画 这个书呢 说实在我没看过 我只是浏览过一些 所以也不敢弄个妄加评论了 但是呢 它影响很大 就是在这个尤其这个 我教短讯班时候 这个学生中间 很多人都认为画画嘛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右脑的事 和左脑没大关系 那很多这些个 这些个老学生嘛 跟我讲 就是说 我们只有这个这个右脑 好像这个 大家都没有左脑似的 所以这整个这个艺术 艺术界呢 就是做这些事情嘛 就是很难 就是很不愿意碰到数学 但是呢 我现在也也跑到这个领域中间来了 然后这个在在科大学了这么多年嘛 那么觉得有些地方呢 也许应该更严谨一点 说到这个文章也也是 就是说 我可能这说了很多 关于这个科技方面的事 因为你一般写 写这种文章可能 偏重于娱乐吧 但是这个 这针对科大的这个朋友们嘛 那么就说 觉得这个科技含量 可能稍微多一点 大家也不会不太会在意 而且我也不会 我也没有什么太高深的理论 这个 然后呢 我就决定了 就说 我是不是应该用 用一点数学 在这 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颜色呢 当然呢 就也有人做了点科技研究 你会儿 前面我讲的这个蒙塞尔 他他也是 有点科技头脑的 他就把这个 所有的颜色 归归注于有三种特性 这三种特性的 一种叫做色相 英文叫做Hugh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纯度 叫做Croma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明度 这个叫做Value OK 那么这个色相 这个Hugh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颜色 什么颜色 是红的绿的 蓝的白的 什么这 就是这些名字 所以这个 他就是说 属于这个 给一个ID吧 给一个这个 大概得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都一般来讲 都能知道 这个草是绿的 这个什么 苹果是红的 一般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 教这个颜色 第一步开始 也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个老师 拿一个香蕉 问大家说 这什么颜色 大家说这是黄色 那怎么之类的 所以这就是 他的所谓的色相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纯度 纯度就是个颜色 它是不是很艳丽 或者说 它是很那个 很灰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土豆 这是黄色的 但是它这个黄色呢 就显得比较暗 那也就是 就纯度比较低 那么这个香蕉吧 那香蕉这个黄度 就比较比较高 所以我们说 它纯度比较高 那另外一个 那个这个明度呢 是就是它 是不是暗的颜色 还是比较亮的颜色 这个有的 这个这个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三个特性呢 就可以数字化 就是数字化呢 就是说把它 最后就是建立 这么一个 所谓的这个 三度的色空间 这个空间呢 也就是 可能给科大大部分同学 学过线形态数 就是解析几何吧 就是这个三度空间 它是使用了一个 柱坐标 来描述这个颜色 这个空间的 那么这个色相呢 是这个角度 一个色圈嘛 色轮 然后这个 纯度呢 是沿着它这个半径 中心呢 就是灰色 这个边缘呢 就是比较亮的颜色 纯度比较高 然后那个明度呢 就是它那个纵轴 就是这个纵轴 就是说下面 是黑色 然后往上呢 就更加亮一点 这大概是这么一个空间的 一个一个建立这么一个空间的概念 所以所以我也就利用这个概念 那么那也就把它写到了 这个教课的这个 大纲里边去了 这就是第一步 所以开始进入数字化的这个 描述对于这个颜色 当然呢 实际我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数字 是那么可怕的事 这个这个 其实我们生活中间 谁都每天都在用数字 你你你做饭 做菜 不是都用个什么凉杯啊 都是这个 一一汤潮 这个酱油 加一茶勺盐 什么之类的 你不是也用数字吗 你总知道 这一块钱和一千块钱的不一样 这个都是数字的概念 对吧 所以这个 我就慢慢的是这些学生 有些这个数学的头脑 OK 我先停在这一块 我看看能不能上传 现在告一段落 我先停在这一块 EVERYBODE Sha mare